欢迎订阅新闻现场 美国华府的双向元元旦举行了升旗典礼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染染上升 这也是自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 国旗再度在双向元飘扬意义重大 而出席的外交部前部长陈建仁 当时曾经在断交时目睹了降旗的过程 如今再度看到国旗升旗 也让他感到相当欣慰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染染升旗 气氛感人 因为1979年台美正式断交 睽違36年 我国国旗又再度在华府双向元飘扬 曾任驻美代表的陈建仁感触良多 我们弄了一个发电机 拖到这个双向元的院子里面 大概是时运不济 天气又不好 大家心情也不好 连麦克风心情也不好 所以我记得杨夕坤先生讲话 讲了一半就声音出不来了 但是大家听得很清楚的一句话 就是他引述美国将军 马卡塔的话 I shall return 回想断交当时 莉莉在目 现在又重新升旗 陈建仁感到欣慰 看到我们当年旗子 慢慢地降下来 在这个戚风苦雨中降下来 现在又看到一个 这个春光明媚的季节 我们的国际又再一次升上去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也非常的欣慰 州美代表神旅巡 颁受中薰勋章 受赠的官吏军官 身着军服 突破断交后 只能着便服了禁忌 学者认为这场元旦 升旗典礼象征意义大 这个在没有默契的情况之下 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我个人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我感觉这是我们台美之间的 高度互信所获制的成果 学者分析台美关系互信基础 越来越稳固 但大陆态度不可忽视 北京方面一定会抗议 但是这个他的抗议 如果我们现在来评估的话 应该是美国国务院 以及美国政府 在事前都已经想过了 我方在双向元逐渐打破限制 从举办国庆酒会 到现在能够升旗 双方默契良好 但是否牵动中美台三方关系 值得后续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比 最后报道